这一部经真的是浓缩了很多大乘经典的精髓 而且不会偏讲空啊虚无的 实际生活上的修行方法 那我想那佛菩萨留下来 那各位又这么薄 后面前面也有讲了一法二法十法 那你要入这个十波罗蜜 基本上你要做什么简单的修行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在田地区以前 防疫经营在不同的生物当中的一部分 已经被出本田医生 内同大家福祉 有的防疫好习惯 天一 当年有两提款 有五条付出这本疫情 天一 昨日没在台湖 在共有没有那三位出本国 第三 整个接着世事 不好命目组追踪批股 第三 不好发体验 平坦率仍未成年 第五 反正可以接着 轻易受托 恐惧会流通 透过二位生 有的防疫好习惯 做得同人天使 做得外发现人 不挑剥 没做得公大接触 同成年七片的风险 防疫的流行 啥啥都当中央 大家轻哈打边 祝固上富的空间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佛法的修学 善知识开示选集 鼎果轻折仁波切 精要指示 简要言之 一切的财富 光荣 名誉 景一 美食 以及修持经验 均可能引起 我们的攀缘 与执着 如果这种妄念 兴起之时 我们应当安坐于座上 呼出主气三次 观想望面 随着浊气而排出 如同排除贪嗔痴 并自我提醒 宛如浮游四的成就 是短暂 而无其实质 此外 我们于日常的修行 或睡梦之中 可能屡屡遭逢厉鬼 及魔杖等恶业的强烈影响 若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可以企图 殲灭此中 殲灭此中有害的厉鬼 即使在睡梦之中 也是如此 而应当视他们为 过去式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观想 要观想 他们过去养育我们 而现在尽于妨害 伤害我们 他们之所以如此 必然是我们过去式 所造恶业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更应该进一步了知 这种损害我们的恶业力量 他们本身 也为他们过去式的恶业 所支配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此害 无非是为自己来式种下恶因 作如是的观察 大悲心 乃能随之升起 当修行越来越进步 我们会对舒适和不舒适 感到无所谓 会没有任何傲慢心 永远平静 不被外在事件所烦心 我们的心会非常谦虚 超越期望和疑虑 无视于八种世间的烦恼 得与失 快乐与痛苦 称赞与指责 有名与平凡 这意味着 当我们放弃一般的活动 让自己完全静静地修持 可能会遭遇某些外在和内在的障碍 但是越坚持 就会越快乐 反过来说 世间事物在开始的时候 会带来一些短暂和表面的满足 但是终究它的结果 总是痛苦的失望 特别是痛苦的粘费 我看天出的 应该把其他意念都抛开 只要在乎修持 所带来的内在转化 不要执着于财富 名誉和权利 反而培养谦卑心 不只是几个月 而是一生 应该经常检查自己 是否成功地运用佛法 来驯服心中的烦恼 在人群当中 永远要保持紧决心 如果任何修行 产生相反的结果 让我们的负面情绪 和自私心增加 这种修行 就不适合自己 应该放弃 慈悲喜舍的修行 地观真爱 四五亮星 唯有真爱 才有快乐 真爱有疗愈 即转变周遭环境的力量 为生命带来深刻的意义 佛陀对爱的教导 是既清楚 又科学 又不难实践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从这些教导中 受益匪浅 故事 佛陀佛陀时代 婆罗门教信徒 祈祷在死后 能够升到天堂 与婆罗门 宇宙之神 共享永生 祝祷在死后 婆罗门教男子问佛陀 如何才能确定在我死后 能与婆罗门同在 佛陀回答 婆罗门是爱之源 想与婆罗门同在 你就要实践四范柱 词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 和舍无量 饭柱的意思是住所或宅地 四范柱是真爱的四元素 如果你能实践它们 它们就会在你身上 每天不断地成长 直到能拥抱这世界为止 因此这四元素是无量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 你会变得更快乐 围绕在你周遭的人 也会变得更快乐 佛陀尊重人们 实践自己信仰的渴望 所以 他用能够鼓舞这名婆罗门教男子的话 来回答 如果你喜欢静坐 那你就修行静坐 如果你喜欢行禅 那你就修行行禅 你会变得更快乐 要紧的是要能保留你信仰的根 这是延续佛陀精神的方法 如果硬要切断你的信仰 你会快乐 你会快乐不起来 荣树大师说 行慈无量 习众生心中的愤怒 行悲无量 习众生心中一切忧郁和焦虑 行慈无量 行喜无量 习众生心中的悲伤和无欢 行舍无量 习众生心中的仇恨 厌恶和执着 就是我们学会修行 词无量 悲无量 喜无量和舍无量 我们就会知道 如何疗愈由愤怒 忧郁 不安全感 悲伤 寂寞 和不健全执着 所带来的疾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顾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世界越来越快 它们却越来越慢 思考慢了 岁月也慢了 它们越来越远 在一百万次的拥抱中 彼此的生命变得不一样 华山基金会邀你一起 帮助老宝贝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鲜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学佛要为众生而学 为众生而行 学佛修行 不是以个人的喜好来决定 闭关自修 深入精脏固然重要 但更要懂得众生的需要 走入人群 实际帮助众生 聊至众生的身心病 才是大臣佛教徒应有的 慈悲动力 学佛就是要学习同理心 我们都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受伤 受苦 同理 其他的生命 也不希望受苦 流血 所以千万不要再将 我们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 慈悲 爱护一切生命 才会有一个快乐 和谐的生活 心中没有怨恨 才是最美丽的心 释迦摩尼佛 生生世世的努力修行 为的就是要消除无名 贪爱与称恨 达成悲 智 力 圆满的佛果 诸佛菩萨是以慈爱 与悲心感动的我们 这就是佛菩萨的力量 慈悲为武器 忍辱为力量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体认众生的痛苦与需要 我们的悲心将会越趋深刻与广大 因为能够完全认知众生的痛苦 所以我们的悲心 也将会远离虚位而真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